12月7日,星期三 月初的市場,雖然大幅度上升 之後有少許高台的整顧 曾經嘗試回補上升年後 但其實只是補了幾十點 都不肯再補下去 不過無論如何,成交還是比較薄弱 但始終沽額不太大 所以只要幾隻主要籃籌股 走回一陣比較漂亮 指數已經有明顯的炮離 即是上升的形態 先講講指數 早段高高171點 是19114點 其實日中的低位曾經摸摸下去 1909點 不過最重要的是 昨天的低位是18888 指數一直都沒有碰到這個水平 即是暫時到現在這一分鐘 是出現了一個188100的低位 好了,到下午升下多點 升下多點 終於升過了5號的高位 191188 令到市場出現了一個昨天先低 而今天後高的形態 用日子來計算是先低後高 技術上來說 今天的高位是19242點 相對昨天的低位是18888 其實波幅只有424點 單月的波幅這麼小 當然不可能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簡單來說 指數只要不低於18888 更加高的指數一定還在後面 收市的時間 19240點 升了298點 成交比較硬 516點 不過12月份 一般來說成交今晚都不會很多 但是多或少都有粉飾的活動 所以就算不是全面性向好 但是幾隻股份 或者個別的重磅股份 稍為做好一點點 指數應該可以比較硬一點 上天已經跟大家說了 11月10日當日 曾經的市場大幅度低開 成923點 大家應該記得 之後出現了一個下降離口 其實是有收補 但有一部分 是介乎19967到19641點 仍然是懸空未補 這個下降離口有326點的波幅 按照現在這個勢頭來說 應該有條件回補下降離口 因為今個月的低位 如果真的是18888點的話 不用太多了 只要今個月有1000點的波幅 而是上升的話 指數已經是19888點了 因為每個月 我都很喜歡 在月初的時間 嘗試找一下大市 到底是先低還是先高 因為這對後市的推算 是比較有參考價值的 就像今個月一樣 如果昨天的低位 18888點 在今個月的低位 只要保持一個先低而後高的形態 1000點的波幅 已經是去到19888點了 如果1500點的波幅 更加可以折扣10月和11月的高位 即是20272點和20173點 當然美股的勢頭嶺 對港股來說 多或少都一定是刺激 但最重要的 都是歐債和內地的股市 即是A股 上正指數 這兩天曾經見過2310點 距離10月24日的低位 23807點 只差3點 我不管怎樣 總之你不跌穿 我仍然反覆帶遠 就是這樣 當年中間來說 我畫了一條線在2421點 這條線是哪裡來的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10月24日的低位 2307點 之後市的反彈 上正指數曾經於11月7日 見過2536點 升了229點 中間畫了一條線 不是2421 簡單來說 上正指數如果能夠回到2421點 就是在上半部分走 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差很遠 下半部分是視底的形態 上半部分當然等機會穿頂 如果真的走回到上半部分 港股應該趁機會突破了100天線 甚至乎回報我剛才所說的 上個月10日的下降列口 至於能不能夠進一步 試一試 10月的高位和11月的高位 和11月的高位 所以這就有待觀察 但我總是覺得 既然12月初 上升列口 一直都不肯回報 可能他沒有意思 在現在這一分鐘回報 當然這是後市的一個 其實上一個後患 你不補不補 你最終都會補 我怎知道你何時補 如果升一千點來補的話 殺傷力不大 如果升三千點才補的話 老實說 那波就多是惹的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暫時來講 他不補的話 就有得向上走 始終來講 就吃著勢頭 市應該先走到高位 股份方面 大家看到 幾隻重磅的南籌 都是稍為偏強的 其中來講 你好像匯豐的走勢 的確是真的不差 今天是62.9 相對昨天升了過億元錢 雖然英國那邊的子公司 是被當局罰了錢 其實那裡幾億元 很多人就說 嘩 這是很大件事 但我當然已經解釋了 以匯豐一個國際銀行 一年賺一千億百億 其實幾億都是很小很小的數 況且這是一次性的 不會今個禮拜佛 下個禮拜又佛 這是一個非經常性的規則 一次過就搞定了 以後就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新聞其實 不應該看淡 不過當年知道 匯豐稍微好一點 還要看中移動那些配不配合 暫時中移呢 今天都升了一個四毫半 行指成分裏面 只是這兩隻的比重 加起來已經佔了二十幾% 還有呢 中仁壽呢 今天都升了九毫子 說很帥 A股回落 它能夠走回上來 不知道是不是春光水暖 鴨才知道 然後建行呢 今天都升上去 五個七毫二 那麼中行呢 也都是輕輕升上去 兩個八毫七 中行就是歐債的事件 因為拿著九百七十億的歐債 市場對它的戒心都比較重 至於 農巷呢 暫時來說 走勢呢 都是輕輕做好一點 三個五毫子 兩隻 還有兩隻 重磅南丑 農巷不是南丑 教我們先 一隻就是 中海洋石油 883 那股價十五個四 距離一個月的高位十六元 不是差很遠 油價已經咬著一百元 樓上了 如果你是油價 仍然都在 逐步緩步向上升的形態當中 其實中海洋石油 最終都是要上市十六元 或者市村十六元 一旦成功市村了 目標直至十七個半到十八元 至於百五七的股價 其實也不弱的 現在站在十元零兩先 如果突破十個零二的話 我想就會輕輕試一試 十個零八到十一元 剛才說的幾隻股份 除了農巷之外 八隻南丑佔行之成份 裡面已經是五十四個巴仙 如果你看到廣交所 長和和新地都放在一起 已經六十幾個巴仙 簡單來說 十二隻南丑向前走的話 你的市場根本上就跌不到 十二月份 傳統來說 雖然比較淡靜 但是今年的十二月份 有少少分別 因為基金的貨 其實來說 是有 但是不是多得那麼緊要 所以就算有個高台出來 它未必急於回套 反而市場一走上去 由於基金拿著現金比重比較多 所以很可能他們反而有增持壓力 你不知道市場升多少 萬一去到月 你升得比較多的時間 而你的組合 如果相對大致有跑輸 基金經理就很難交代 因為早前八九月份 是估得比較明顯的 還有很多基金現在拿著的債券 還有現金相對比較多 為什麼 歐債的問題 你不信 你問身邊的朋友 到底有沒有誰拿著很多很多股票 有 拿著不少的有 全部人都綁住了 但真真正正在低位入市的 是很少的 況且經過十月四日的一萬六千一百七十 以及早前的低位一萬七千六百十三 捱不住那些已經是著量減榜 減完榜的投資組合 是放在一個比較安全的水平 既然是安全的 你亦都不急於沽 所以市跌的時間 市差不多沒有成交 基金不沽 省戶亦都不需要急著沽 相反來說 一回到後 省戶可能仍然是官網 但基金無法選擇 你一定要增持 就形成 市越升成交量就越大 其實道理都很簡單 十二月份 很可能市高位仍然在後面 儘管拭目以待 最重要是甚麼 是不要再回到後 試一萬八千一百八百十八點 因為再試一萬八千八百十八 意味著指數 是會回補十二月一號的上升列口 如果不肯回到後 就先低後高 那就有得向上穩高位 好嗎 講到這裏不講了 我入元朗 今天就和你敬